大家好,我是大師 那今天要開箱的是GIGABYTE的 顯示卡GAMING 8G的RX580 然後這款在原家屋買的是55990 那大師會買這個是因為在台北的家裡的電腦的顯卡是GTX75TI 那想說就順便更新一下 那因為現在有買顯示卡送遊戲 那送的遊戲是三款 那有前進封鎖2 跟20古堡2 重置版跟惡魔獵人5 那如果你買的系列是比較高階的AMD系列的顯示卡 就是三款遊戲都可以拿到 那他是有數量限制的 所以大家要趕快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趕快去購買 好,那大師買的是RX580系列的話 他就是三款遊戲只能選兩款 那 那 這一款的AMD 其實 之前在 NVIDIA的顯示卡的話 我發現是 我目前在 工作的地方用的 那個電腦的顯示卡是 GTX1060 然後6GB的版本 那我稍微看一下 主要是他的功耗差 滿多的啊 我那個 這個 NVIDIA GTS那一款是 功耗應該是120W啦 那這一款RX580的功耗大概是 185W 那這個只是初略的參考值啊 那個是我在人家屋它 下面不是說一個瓦數嗎 大家可以去看齁 那 不知道是全速跑還是 一般的代數模式下 耗的瓦數 所以相比之下的話 AMD 這樣顯示卡的 耗的瓦數就比較 比較多了 60W很多耶 那就耗電啦 好 那這款就看起來比較 其實蠻厚的 跟 GTX4750就差蠻 蠻多的齁 那它背面其實長這樣 那這個就 就這樣子啊 那介紹一下後面的 接孔 有DVIV 然後HDMI 三個DisplayPort 那DisplayPort 就看有沒有需要啦 那 那大支的電腦都是HDMI的 那 跟一個DBID的 那通常都是用HDMI 好 那這個呢 會再做一個是 遊戲的體驗的影片 那我們把它分開好了 那 會做 GTS 1060 跟這張 HX580 的一些 寶分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是不是 有非買 就是CP值高不高 那大支覺得 這款CP值還蠻高的 因為 一款遊戲 大概要兩千塊左右吧 所以等於就是 痾 三選二嘛 等於就是 一張顯卡這兩千塊得到 還不錯 因為現在 比合幣 暴跌嘛 那顯卡就是 就是賣不好 所以它都加很多 好 那目前的話 是技嘉這張的顯示卡是 RX580系列是這張 最便宜 在原家屋 看到的是 這款最便宜 那 微星的話大概要 六千多塊吧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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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